大家好 歡迎你收看《財經動態欄目》 我是曉翔 今天是4月13日 星期四 我們來看看今天的市場 今天勞工部公布了美國3月CPI數據 以及美聯儲3月會議寄要之後 導致結束連漲4天的趨勢 三大股指全部收跌 今早8點半 美國勞工部公布的3月份 通貨膨脹率放緩至5%達到近兩年來的最低水平 亦是2021年5月以來的最低水平 3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還比增長0.1% 也低於經濟學家的預測 3月核心CPI同比增長5.6% 還比增長0.4% 儘管符合市場預期 但增速高於前一個月 住房通脹是整體CPI增長的最大貢獻者 住房月通脹率增幅 抵消了能源月通脹率的降幅 能源月通脹率在3月錄得負3.5% 但這個數據已經過時了 自從OPER宣布石油減產後 油機價格就上漲了 食品月通脹率錄得0 而其中家庭食品指數下降0.3% 另外3月上漲的指數包括住房、機動車保險、機票、 家居裝飾和營運以及新車 醫療保險指數和二手汽車和卡車指數都在當月下降 加上理財英國公司常務董事Richard Flynn表示 今天的通脹數據很有可能會受到投資者的歡迎 儘管如此通脹率雖然已經下降 但仍然遠高於美聯儲設定的2%目標 這是美聯儲下次開會前的最後一批關鍵通脹數據 CPI數據公佈後 5月份加息25個基點的概率降至63.5% 美聯儲3月會議紀要也在今天公佈了 在3月21日至22日貨幣政策委員會的會議上 當時官員因為銀行倒閉事件 本來是考慮過不加息 但最終認為監管機構已經緩解了銀行業危機 所以採取溫和加息 只加息0.25% 另外考慮到高通脹和勞動力市場緊張 5月的會議上可能會繼續加息 還有值得注意的是 會議紀要還說 與會者預期包括從今年稍晚開始 美國經濟終會發生輕度衰退 此後兩年復甦 在此之前的判斷 是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 3月會議之後 利率已經提高到4.75%和5%之間 參加3月會議的18名官員都認為 今年有理由再加息一次 華爾街方面 高城資產管理公司多元資產解決方案 投資組合管理聯席主管 Alexandra Wilson-Alizondo認為 核心CPI持續首強將會使5月會議的加息幅度 保持在25個基點 但不再預計美聯儲會在6月加息 他們在報告中說 到目前為止 有限的數據似乎證實 信貸在銀行業動盪後 確實出現某種程度的吃緊 美國3月CPI數據發布後 美債收益率跳水 逼近4月6日底部的3.24% 美聯儲會議要發布後略微反彈 今日尾盤 10年期美債收益率跌1.69個基點 報3.4% 兩年期美債收益率跌6.05個基點 報3.96% 美國CPI出爐後曾跌至日低3.87% 油價方面 WTI5月原油期貨收漲2.12% 報每桶83.26美元 布林特陸月原油期貨收漲2.01% 報每桶87.33美元 路易威登母公司奢侈品巨頭LVMH 一季度銷售收入增長17% 大幅好於市場預期增長8.97% 一季度總收入為210.4億歐元 也高於預期的197.2億歐元 其中時裝及皮革製品 銷售增長18% 好於市場預期增長9.85% 酒類銷售同比增長3% 低於市場預期增長4.67% LVMH的美股ADR股價 一度上漲超過4.2% 刷新美股IPO以來盤中最高位 股價全日漲3.28% 收報950.2美元 船運集中商租任公司 Triton International的股價 今天大漲32.26% 彭博社報導說 Triton將被Brookfield Infrastructure 以每股85美元的價格收購 彭博社消息指 外陌生電器公司將以每股60美元的現金價格 收購美國國家儀器有限公司 外陌生股價下跌0.95% 美國國家儀器股價飆漲9.7% 美國航空集團公司American Airlines Group 星期三預測 由於勞動力和燃料相關的成本上升 第一季度利潤將低於華爾街預期 該公司的競爭對首美聯航 也曾以類似的原因發布第一季度虧損的預測 目前航空業正依賴不斷飆升的消費者需求 通過提高票價 來換解勞動力和燃料成本的上漲壓力 美國航空公司今天收跌9.22% 2022年2月24日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華盛頓立即禁止向俄羅斯出口美國半導體 但是俄羅斯繼續通過非直接途徑獲得晶片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通過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小貿易商進口的 為了發現這些途徑 日經新聞從印度研究公司Xbox Genius獲得 俄羅斯海關數據 並檢查了2022年2月24日至12月31日的半導體進口紀錄 這些紀錄顯示有3,292筆交易 每筆價值至少10萬美元 其中2,358筆大約七成被標註為美國晶片製造商的產品 譬如英特爾、德州儀器還有其他很多大公司 這些交易的總價值至少為7.4億美元 在這些交易當中有1,774件大約七成五 是從香港或中國大陸發貨的 很多發貨人是小型或中型公司 其中一些是在俄烏戰爭之後成立的 這些交易的價值為5.7億美元 而在俄烏戰爭之前 2021年同期海關數據顯示 只有230件高價值的美國晶片 從香港和中國大陸出口到俄羅斯 總價值僅為5,100美元 價值增長10倍 如此高的價格的交易 可能部分反映俄羅斯進口的晶片是非常先進的 其中包括用於製造導彈的雜誠電路等 日經調查組花了幾個月時間追蹤這些交易 有些是來自一些空殼公司 有些是一人經營和最近成立的企業 他們甚至去香港調查 美國商務部的發言人說 俄羅斯轉向全球出口管制聯盟以外的國家 以及非法網絡來獲得半導體 這並不令人驚訝 全球出口管制聯盟其成員 包括歐盟、日本、韓國和英國 但不包括中國、大陸和香港 英特爾和AMD等半導體製造商 通常將銷售外包給指定的分銷公司 然而在某些情況下 各種電子產品製造商的多餘庫存 被賣給小型貿易商或其他公司 想追蹤這樣的分銷就變得很困難 美國領先的半導體分銷商Avnet公司的一位經理說 在香港有很多無形的空殼公司和小型貿易公司 他們是向俄羅斯和其他地方進行二次銷售的容器 打擊這些交易商幾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發現一個非法交易 你打擊制裁它 他們可以直接改名 或者使用他們其他貿易公司的名字 另外中國深圳有一個巨大的電子市場 來自世界各地的半導體和電子元件在這裡進行交易 日經分析顯示 很多向俄羅斯供應半導體的香港貿易公司 在深圳設有辦事處 一家日本貿易公司的員工說 香港公司有可能在那裡出口產品 因為海關檢查很寬鬆 巴菲特在日本發表說 他正在訪問巴郡控股投資的五家日本大型貿易公司 今天12日巴菲特公開了一個賭注 這是關於什麼賭注呢? 巴菲特在接受CNBC電視採訪上說 不會有美國儲戶會因為銀行倒閉而賠錢的 對此他賭100萬美元 賭書的一方要將錢捐給前線機構 他的依據是聯邦存款保險公司 已經為每家FDIC保險銀行的每位存款人 提供至少25萬美元的存款保險 巴菲特還說 這些銀行倒閉的原因 和造成2008年金融危機的不同 一些銀行是資產和負債管理不善造成的 而銀行和董事會應該儲分高管的不當管理和行為 但民眾不應該擔心他們在美國銀行的存款 3月少早 銀行業危機的時候 拜登團隊和巴菲特曾幾度透過電話對談 話題圍繞在巴菲特以某種形式投資美國區為銀行產業的可能性 巴菲特也針對這場銀行危機提出建議和指導 目前巴郡重壓的銀行股只剩一間就是美銀 目前持有超過10億股價值大約為280億美元 財經資訊就分享到這裡 本節目的所有資訊內容不構成投資建議 感謝你的收看 《財經動態》將會在美東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為你帶來全球最即時、最真實的市場資訊 以及經濟熱點議題 幫助你快速了解市場變化及投資動向 歡迎你點讚、訂閱並分享我們的頻道 再見囉 再見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